印度人对这个时间的分发 他们讲白天分作三个时辰 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所以初中后 夜晚呢 也分三个时辰 初夜 中夜 后夜 所以叫做昼夜 六时 那么我们中国的时辰 比印度要小 我们中国古时候将白天分为六个时辰 晚上也分作六个时辰 这个时辰是以子仇银帽来标示的 那么现在我们用的时间单位 是用过际上统一的标准 这个标准将白天分为十二个时辰 夜晚也分十二个时辰 所以说一共是二十四个时辰 我们中国人称它做小时 大概外国人没有小时这个称法 为什么称小时呢 它比我们中国的时辰小 我们中国一个时辰是它两个时辰 那么印度的这个时比我们有大 印度一时是我们中国的两时 是现在的四小时 所以中夜六时它表的意思就是日夜不间断 这个是四十四个时辰 八十五分之二 这个是四十我们一定要想的 我们这个时间现在大家都晓得 这个地球扰着太阳转 这是公转 地球本身自己也转 因为它自转一半地对太阳 一半背这个太阳 这样才产生昼夜的现象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日月星辰 没有 它那个地方人身上自然放光 所有一切物质都放光 那个世界叫光明世界 没有夜晚 完全都是明亮的 还有什么中夜 还有什么某年某月某日 某个时辰 西方极乐世界统统都没有 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式 那边人没有这个观念 不但没有时间的这个观念 这个空间观念也没有 那我们在大经里面曾经见到 西方极乐世界居住的人也很多 街道也很整齐 那个马路上没有明晨 每一户人家也没有门牌号码 那也许我们觉得 那只要找一个人多不方便 西方极乐世界不用你去找 你这个心里一都念了 就像电脑一样了 那境界就先歇了 不必去找 完全像我们现在讲的心定感应 决定没有差错 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 那么佛德经上这种说法 是且顺此方假说文迹 不使西方极乐世界真实的状况 这个是用我们常识比喻做一个说文迹 就是他那边这个六根对六成的享受 这个享受就是快乐啊 享受啊是没有间断的 哦 这个底下这个朱节里都有啊 曼陀罗刺云事 就是能随我们自己的喜爱 这个花变现实 又缘白花 啊 那么也有呢 这个翻译啊 翻成白花啊 白是本色啊 是这个意思 一个是成花器 啊 就是成花的器具 中妙花明 非曼陀罗一种 印如妙金四花表四鹰味 那么这个妙金呢 是妙法莲花精 妙法莲花精 虽然讲的四种啊 讲天与花了 天上与花了 它说四种 比我们这说的多 我们这说的一种 其实这一种诗意 诗意就是多种啊 每个人喜欢不一样啊 可见的它是随众生想的 因素质量啊 那这个花的种类啊 也是无量不变啊 哪里是一种呢 那么这个法华经里面讲的四种 也是表发的意思 其实都是有无量的品种 随着过人的喜欢爱好 这个都是信德运显出来的 所以说 供养他方福 表真因会去福果 果得无不变也 这是我刚才跟诸位啊 报告过 西方世界 完全是以真佛 真似为我们所缘的精进 不像我们在此地 我们在此地 佛不在 画个佛像放在此地 这佛像是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用这个做本质 带起我们自信 变现 变现这假象 不是真的 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人完全是真佛 而且都是真实圆满的报神 不是硬化神啊 都是圆满报神的 以这个为本质 所以他夜深成佛 成佛快速 没有夜丝毫障碍 原因就在此地 我们生到任何祝福的世界 进佛都不容易 那就是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常随弟子一亲 再见 好 谢谢观看